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反EST EST過去一兩年很火紅 但是去年有一個反ESG浪潮 尤其是在美國 美國共和黨已經在17個州 已經通過了44個法案 針對表態支持墮胎權利 種族正義、環境正義、LGBTQ的權利 就是會做一些懲罰 懲罰包括什麼呢? 是一些拒絕來往的黑名單 禁止金融業幫州政府做一些財務業務 像銷售債券、管理基金和存款帳戶 上一年ESG的指數公司 大概跌17.5% 但是一些被視為不環保的公司 好像是艾克森美夫、雪佛龍那些 升了七成和四成幾 對於那些提倡ESG的基金 他們有很大的壓力 有一間叫做Vanguard的公司 已經是退出了一個全球的零碳劣物 其實是一場戰爭 背後就是一些傳統的企業 好像石油的企業 或者是一些軍工的企業 以及一些藥廠去做一個反擊 因為根據以前的ESG規則 他們是不可以投這些企業 不可以買這些股票 如果去轉型 不做石油、不做軍工、不做被引藥 那做什麼呢? 要去轉型又不是那麼短時間做得到 他們去做反擊也是無可口非 另外你有看到歐盟搬了龍門 他們將核能變成綠色的能源 令到那些基金可以去投 我自己覺得ESG是一個崇高的理想 但是都要顧現實 現在在一個經濟這麼不普的環境 又打仗 和又東西方冷戰的時候 如果要實行這麼多ESG的規範的時候 對於那些公司是一些成本 那個速度 即是說那個步伐 是不是需要去調整 去令到那些企業 不用迫到他們這麼辛苦 或者是給他一點空間做一個優養身色 今天想說的反ESG浪潮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